尼泡洲期 重要的庆典 泡洲普林宮傳統庆典藝術典會 為清條流團基金已經有200多年 在農列春這幾天中基盤成長的一系列庆典多年 對蘇泡洲國中由校長丹靖孫順順順 共同創造一座三公囚館的大型媽祖典會 將在過年的時尊散到普林宮來參典 其中翁如京在聽到尚時後 也有廣告好好來免內蘇生的辛苦 所以我當時候的一個出發點就希望用我一片的一個心 那做這樣一針的媽祖的一個燈花花燈 那在這樣的一個過程當中用這個虔誠的心希望完成它 然後也保佑我們我們整個鋪子地區的所有的居民 你佩天宮叫梅林老師的冤年也很輕 梅林老師過去都在佩天宮做這個燈花可以說很久的時間 所以這個梅林老師的學生蔡昌德 她希望把這個傳承傳承下去 所以她可以說利用這個刻意的時間 沒命沒力可以花了兩個月的時間 把這個東西做起來 這個東西剛才要管理我們後勤十二月十二來完成 所以可以說沒命沒力 甚至動用她滴滴晚上來幫忙 所以學長很感謝我 最重要是說我們燈花的文化 尤其我們的藝術燈花 都有報到這個花和燈花 蔡老師特別 她的手藝和我們這個部長的學生 共同來完成這個火燈 要來佩地在我們的燈花大街裡面 當然就是說地方的文化 我們共同來關心 讓我們這些好朋友 尤其我們的學一代 會了解說 為什麼在我們的佩天宮 有這個藝術燈花 她的由來是怎樣 破主的由來是怎樣 我也希望說 這是算做預教娛樂 讓我們這些學生 讓我們這些地方的小朋友 都可以了解我們的地方文化 那是最主要的目 目標佩林宮黨署長的市長王如今表示 在春節期間進入破主持區 大街秀行裡面 四街都可以看到在地民眾和店街 發揮腳師創意 配合藝術燈花 華東佩地的創意燈花 入爬後的破主 萬如一座不爺聲 謝忻新聞 總得先破主持 蔡康布登